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9月15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今天有一个小插曲,我们首先来说一说 昨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一九母视察 并参加升级仪式后 回到基辅在胜利广场发生了一个小车祸 他的车被人从侧面撞击 他本人没事,但是肇事司机却伤得很重 从视频中来看,安全气囊都弹出来了 看来伤得不轻 这起事故提醒我们,开车上路一定要寄安全带 根据现有的信息,碰撞发生在5月12点左右 联想到泽连斯基当天白天还在一九母 而从一九母到哈尔科夫 再从哈尔科夫到基辅 直线距离都有650公里 整个路途恐怕要超过700公里了 泽连斯基既然这么快回到基辅 可以看出路况很好 并且俄罗斯空天军毫无威胁 使得乌军可以来去自如 咱们前几天的视频里还提到 乌军缴获并摧毁了533辆俄军装甲车和自动火炮 并且探索发现了许多俄军仓皇车走时 来不及摧毁的弹药储藏地点 而这些目标的位置 俄军是知道的 能够很清晰的在作战地图上标记出来 但我们从未听说过这些目标 遭到俄空天军的报复性轰炸 一例都没有 不得不感叹 这俄罗斯空天军真是拉胯至极 其原因呢 我们稍后还要仔细来分析 这是泽连斯基总统参加升旗仪式的画面 有意思的是 记者问战士 当初你有没有投泽连斯基的票 战士说 当初是真心不看好演员当总统 所以没有投给他 记者又问 现在呢 战士说 现在我愿意为他去死 其豪迈之情 异于言表 总体来说 这两天吴军进入了修正期 在哈尔科夫方向 没有进一步获得如之前几天那样迅猛的发展 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巩固一下倒数的东西 想清楚了 再走下一步 以免头脑发热 出欢招 自开战以来 吴军统帅部一直谨小善微的做决策 总的来说 每一个选择都非常的聪明 这样的领导团队是能够带领国家走向胜利的 另外 乌克兰军方发表了对前一段时间成果的盘点 确认自9月6日以来 乌克兰军方收复了哈尔科夫地区的388个定居点 总人口约15万 并且确认收复的国土是8500平方公里 不是泽连斯基之前说的6000平方公里 这个数字呢 是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安娜马利亚尔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 也正是他陪同泽连斯基总统去了伊九母 今天咱们三个视频要分享的主要内容是 乌克兰在哈尔科夫方面继续打扫战场 南方赫尔松乌克兰似乎有一些进展 但也遇到了一些小变故 具体是什么呢 我们后面再说 然后我们会根据来自俄乌双方的一些信息 分析一下今后一段时间俄乌战争的走势 希望不会让您失望 关于战场双方的攻守战斗 有几个重要的信息 我们简单的罗列一下 一 俄罗斯军事记者证实了俄军撤出比洛霍里夫卡 我们也看到了一两张 乌军已经在比洛霍里夫卡的照片 但是还没有官方的确认 比洛霍里夫卡东面的利昌斯科的炼油厂附近正在发生战斗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而克里米娜和莱曼看来还没有被完全收复 之前有过俄军撤出克里米娜的报道 但随后又有俄军返回克里米娜的消息 莱曼附近的战斗一直还在持续 但我们估计莱曼和比洛霍里夫卡都不可能打太久 因为战子太小 三 赫尔松地区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摩伊连克说 乌克兰部队收复了机械利夫卡 但乌克兰军事官员目前没有证实收复了该定居点 俄罗斯消息来源则否认了这一消息 今天俄乌战场上最引人注目的军事行动 大概要算是银湖莱茨河上的卡拉切诺夫水库大坝 遭到俄军巡航导弹袭击的事 大坝遭到攻击后 洪水泄出 大坝下游的银湖莱茨河发生泛滥 附近克里维里赫氏也就是泽连斯基的老家 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 房子被烟平民生命和生活受到影响 俄军袭击大坝并制造洪水的目的呢 是希望给银湖莱茨河南岸的乌军制造麻烦 但是这可能是个欢招 因为银湖莱茨河并不平址 流淌了七脚八弯的 洪水冲击不了多远就会减弱 而且因湖莱茨河上不仅有乌军的扶桥 还有俄军自己的 真的是要都冲垮了 很难说对乌军影响大 还是对俄军影响大 俄军干出这样的事情 证明他们没有太多好办法 所以就连最差的选项也要用一用 赫尔松附近地内伯和北岸的俄军 看来真的是呆不长了 由于之前的小事故 当晚泽连斯基总统的演讲 推迟了几个小时 直到今天凌晨才出境发表讲话 他说我已经从哈尔科夫地区 从我们的哈尔科夫地区 从被我们收复的地区回来了 到今天为止 几乎整个地区都被解除了占领 这是我们的战士们史无前例的行动 乌克兰人在此成功的完成了 许多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仅在积极行动的第一天 我们的部队就前进了19公里 在5000的战斗中覆盖了110公里 总共有近400个占领点被收复 留在这块领土上的15万乌克兰人 现在再次感受到普通安全 正常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俄罗斯军队已经在哈尔科夫地区停留了5个多月 在这段时间里 占领者甚至没有试图为人民做任何事情 他们只是破坏 他们只是剥夺 他们只是夺走 他们留下了满目疮越的村庄 在其中一些村庄没有移动 未被破坏的房屋 占领者留下的学校变成了垃圾厂 教堂破烂不堪 简直成了厕所 记者们 包括乌克兰的记者和外国的记者 获得了进入光复地区的机会 世界必须看到这种破坏 必须感受到俄罗斯给乌克兰人带来的痛苦 我们的执法人员已经收到了关于占领者的谋杀酷刑和绑架的报告 世界在布查看到的 我们在切尔尼格夫地区 在苏梅地区的备占领土上看到的 以及我们现在在哈尔科夫地区看到的 都是对乌克兰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证据 证据表明除了种族灭绝 俄罗斯无法带来其他东西 泽连斯基总统说 而我将用俄语对他们说 你们今天的导弹攻击 俄罗斯的导弹瞄转了克里维里赫斯 卡拉丘尼夫斯克水库的大坝 这些根本没有军事价值的物体 实际上冲击了数十万的普通平民 这是俄罗斯会输的另一个原因 因为不仅仅是这场战争 还有历史本善 他说历史是由人写的 绝不是由野蛮人写的 谁会留在历史中 所有发射这些导弹的人 那些来到我们土地上的人 那些弱者 你们是对平民发动战争的弱者 逃离了战场的无赖 试图从遥远的地方进行伤害 你们仍将是你们自己的孙子 会感到羞耻的恐怖贩子 他说事实表明 俄罗斯士兵的唯一出路是向乌克兰部队投降 这是唯一能保证他们的生命和符合所有公约的态度的选择 每个俄罗斯士兵都应该已经明白 只有在乌克兰的俘虏中才不会有人把他当作炮灰 在这场对俄罗斯来说显然是失败的战争中使用 他说在克里维里赫斯的导弹袭击现场 人们正在做一切事情来消除这又一次俄罗斯卑鄙行为的后果 这一卑鄙行为可能会让疯狂的俄罗斯宣传家们感到高兴 但肯定不会挽救俄罗斯士兵的道德和心理状态 他们明白俄罗斯指挥部是无能的 在乌克兰的各条战线上等待他们的是溃败 俄罗斯用任何恐怖手段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恐怖只会证实采用恐怖手段的人的弱点 他说今天在一九母我为我们的英雄们颁发奖章 我很荣幸在这片土地上向收复这片土地的人颁发国家奖章 当然我还要感谢主情报局的战士们 他们都巧妙的把敌人的恐慌变成了真正的歇斯底里 他说我今天还在哈尔科夫举行了一次会议 讨论了该市和该地区的能源状况 我们考虑到一个事实 即恐怖主义国家可以采取任何新的卑鄙行为 乌克兰各级当局地方救援部门能源公司运输公司都有任务为任何情况做准备 需要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储备能源热量和水供应 他说我们正在为明天的活动日做准备 我们正在等待来自前线的消息 基辅将传来外交消息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进行访问 今天几乎是布鲁塞尔的乌克兰日 在欧盟历史上 第一次有一个来自欧盟以外的国家 在年度欧盟国情咨文报告期间 实际参加了欧洲议会的特别会议 这是我们的国家 到目前为止来自欧盟以外的国家 我们正在努力争取欧盟正式成员资格 在政治上在法律上象征性的 他说我感谢冯德莱恩女士 我感谢我们在欧盟的所有朋友的坚定支持 我感谢我们所有的战士 我感谢每一个在俄罗斯打击后参与救援行动的人 我们将对恐怖分子的每一次卑鄙行为 每一枚导弹每一个射弹做出回应 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荣耀归于乌克兰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稍后再会